美国2024总统大选几乎已经笃定了会由前总统川普恶度的来对上拜登 抗中议题当然再成为这一次候选人拉票的重要政界 我们来看到川普16日为同党的候选人来造势的时候 他在呛瞎对墨西哥制造的大陆进口车 接下来他说他要课征100%的关税 他更直接点名了大陆国家主席习近平说 您看我是朋友您理解我做事的方法 你们在墨西哥大型的建了这些怪物的汽车工厂 但你们不会雇用美国人还直接把汽车卖给我们 川普就指出如果他没当选 美国将会经历一场血洗 并表示不清楚美国是否还会有下一场的选举 也暗示了接下来美国民主可能终结 美国之所以会拿枪口直接对准大陆 恐怕就是看到中国大陆在去年的时候 我们来看到他的2023年全球汽车出口量 正是了超过500万辆的一个大关 好然后成为了全球的第一大汽车出口国 这当中电动车更是占有一席之地 我们来看到这个是比亚迪的董事长王传福 他最近也说了比亚迪未来会在智能化的一个领域 持续的投入1000亿 好看得出中国大陆将会持续的来发展他的重要的电动车 事实上在大陆崛起之际 美国近年政策越来越走向保护主义去倾斜 除了对汽车对路的汽车制裁之外 我们来看到华府在过去一周内 先是两度的对外国企业强硬出手 包括了联邦众议院通过的法案要求 接下来说TTAX出售或者是禁用 另外总统拜登也罕见声明 他说反对新日本制铁收购美国的钢铁 主要的原因他认为美国钢铁应该要由美国人来持有 我们带观众朋友稍微了解一下 这一回美国钢铁这一家企业被收购引发渲染大波 原因是因为其实美国钢铁它背景是成立在1901年 一度是美国世界级以及美国历史上第一家市值超过10亿美元的公司 帮助美国如今成为全球经济超级大国 但接下来根据CNN的报道 美国把国家经济的重点都放在了它的金融跟资讯领域 忽略了对钢铁的一个支持 让钢铁公司是持续的衰退几十年 也导致美国它的钢铁地位从2008年 全球第八大的钢铁生产商 到2022年跌到了第24名 让人不胜唏嘘 先来请教委员如何看 我们看到中国大陆现在持续崛起 我们也看到美国开始做了很多反请销 或者是以国安的一些理由来制裁中国大陆 我们可以看到它现在是贸易保护主义 逐渐越来越明显吗 那么是否可以看出这个政策的倾斜 如果川普未来当选 这个现象是否变得更为严峻 如何看 从川普到拜登为了打压中国崛起 利用贸易关税种种手段 不断的让大陆很多产业陷入困境 这个是我们看得到的事情 但这个事情就是正反两面 这个真的出很多经济学家的意料之外 原来世界的贸易市场上 有这么一个庞大的吸纳能量 什么意思 你看到在昆山台商聚集期 台商大概走了一半以上 在东莞 不管是台商或者外商 也几乎走了一半 大概所有的这种比较中低阶的产业 全部都走光了 走光了对中国大陆经济有没有影响 我们发现没有影响 这才最怪的地方 经济继续成长 那为什么走光了没有影响呢 因为走光的是产业换位置换地方 现在越南的工厂 并不是越南人自己经营 越南工厂不是台商 就是大陆商 而且大陆商的比例更高 还有呢 到马来西亚 槟城 槟城大部分都是马来西亚华人 聚集了所有的陆商 那现在墨西哥呢 中国大陆去了 也都是 不是墨西哥当地人能够取代 这个很有趣的一个现象就是说 你产业只是换地方生产 那你就问个问题 那大陆工人怎么办 大陆工人 现在大陆现在的气压找人还找不到 你知道到底讲说 有这么多工厂搬走了 劳力要释放出来 工资要下降 结果不是 你虽然看到点点滴滴了 原来大陆产业结构也跟着改变 所以变成说 你现在要找人反而困难 很多的工厂原来的工人 现在都走到服务院里面 物流产业 外卖产业 互联网产业 他们需要大量的劳动力 吸纳了光我看到的数字 光那个顺丰快递 他的人员在这几年快要增加了三成 这个很少人看到这种数字的 还有更不用讲什么美团 外送行业 几乎全面性的大幅的增人 就反而一些比较体制化的 什么公司 航号 要坐在那边上班的 反而增人 增财 面对了很大的困难 要么就要降格以求 要么就要什么 要跟人家竞争薪资 所以大陆的失业率一直稳在5% 你说5%不是很高吗 这里面有个很大的统计上的漏洞 因为很多人从事这种半自由 比如说Uber司机等等 你问他有没有失业 他说我失业我要找工作 你要不要换工作给你 他不换 他觉得这个工作 待遇比正常上班还要好 所以大陆处在一个很奇怪的 就是说他的失业率很稳定 然后他产业外移 他的国民守则照常增加 为什么 因为他移到海外去 照常在他国内买原料 所以构成一个美国很难突破的 一个很特殊的网络 我去翻了一下 吓了我一跳 他的每一年的就业数字 是快速的成长 这个都超乎我们原来经济学家 思考的方向 但是已经在产业界发现 这种产业结构改变 就业率没有问题的情形底下 那我们就问一个美国 你这个还有没有什么打压的空间 你是不是打压半导体 科技不知道 现在他自己开始做起来了 所以这个两强竞争 我们可以拍出一个 很精彩的四季对壘的电影 但是美国是还有打压的实力 但打压的效果 是逐年在递减中 好 打压的 美国的打压之下 中国大陆先是工厂转移到了 这个东协国家兴起 崛起的东协 另外国内的产业部分积极转型 那么如果是对美国 美国来讲又有什么样的影响 他现在走向了极端的保护主义 这个课征的关税真的变高 会不会影响到美国的制造业 包括成本会不会跟着提升 对美国来说 会不会反而对自身更伤 总编怎么看 拜登上来一直强调 就像这个川普一样 希望美国的制造业回流 但我必须说 整个他的社会条件就是这样 像刚才讲到钢铁公司 他为什么经营不下去 是因为他在美国目前的体制下 他的竞争力几乎丢失 因此被迫要让人 特别是日本 事实上不只是钢铁业 甚至我们之前有谈到造船业 像这些都属于劳力密集 而且工作相对比较辛苦 因此对于美国人来讲 第一个他优秀的人 还不愿意到这一类行业工作 他宁愿去金融 宁愿去高科技公司 特别是现在美国的半导体 AI等等产业 这个风起云涌 因此优秀的人才 不愿意做这些 比较辛苦的行业 第二个他本身有很多 相关法令的一些规定 让很多公司的竞争力 其实大幅下降 比如说他的汽车工业 之前才产生 就有史来最严重的大罢工 要求大规模加薪 而美国的产业工会 这种工人的力量是非常的强 因此经常让美国的公司 在国际竞争力这个部分 吃了不少暗亏 此外 叠叠相加的结果就是 美国公司在美国生产 它的成本是远远高于 这个国外有竞争力的大公司 这就是为什么美国的汽车 还有几个重要的产品 它跟欧洲跟日本 甚至目前面临大陆 极大的挑战 因此它如果把所谓贯彻 极端的保护主义 但它国内这些相关的 目前面临的困境 没有任何改变的话 美国所谓制造业的回流 我认为效果很有限 不可能大家都去搞半导体 大家都去搞AI 或者搞新的所谓通讯系统 这些产业尽管会吸纳一些人 但它没办法像传产一样 它制造更多的工作机会 也因此我认为 极端的保护主义 只是让美国的 国内的各种消费 不断的堆叠 对于它所谓制造 美国产业回流 美国再发达再兴盛 我认为会有根本性的困难 好 极端的保护主义之下 美国接下来它的制造业 会变得更加的困难 原本已经很困难 可能会变得更困难 我们来看到川普未来 如果是真的 我们刚刚特别提到 会对中国 他说要记百分之百的 一个电动车出口的关税 那在去年的时候 我们还记得他 刚刚我们提到了说 中国大陆出口达到了500万辆 会不会受到 美国这个关税制裁有影响 还是说中国有能力 靠它14亿人口的内需市场 来持续壮大它的电动车产业 老师怎么看 我们先讲关税 对于美国在19世纪的时候 还没有完全工业化的时候 他们很喜欢关税 因为他没办法跟欧洲竞争 他要保护他自己的工业 等到20世纪中 他已经是非常强大的时候 美国是主张 就是要自由贸易 一直强调 包括我们看到全球化等等 然后在20世纪末期 我们先看到 譬如说日本挑战 他汽车工业的时候 他一开头就是 希望能够设限 到最后没办法 就把他们说 要求你们到美国来设厂 或者像钢铁业 刚刚我们提到钢铁业 它的工厂已经旧了 因为主持人刚刚一开头就讲 它是20世纪初的 一个设的工厂 到了20世纪末 你的工厂旧了 所以你整个的 生产的效率就差了很多 可是我们讲这些 像日本 韩国 后来的中国 我们台湾 都有一个叫后发优势 因为我们的产业新 然后加上工资也低 他无法竞争到最后什么 就像我的学生 在美国商务部 跑来调查我们 说我们请销 然后刚刚主持人也讲 他有一些环境的成本 比我们高 他说你们可能污染了 或怎么样 他就来觉得 你在进行不公平的 现在都搞完这一套以后 他干脆就 我没有什么理由 我就是要禁你 可是禁你能不能够 让美国的就业提升 我觉得很难 因为这个已经不是你最强项 那你为什么还要去保护你的 不是最强项的东西 而且你这些只会越来越弱 你说今天好 100%的关税 我们这样讲好了 难道美国今天 美国的电动车就可以出来 然后靠增大陆100%的关税 一定会比大陆便宜吗 我也不觉得 就是这是美国 现在面临的一个困境 那你说大陆的车 如果今天没有美国的市场 它如果造价够便宜 比一般的我们讲说 这个燃料车要便宜的话 它还是有其他第三世界市场 毕竟我们看到 就是说你 比如说整个非洲 非洲的人口 现在是比印度多 也比中国多 如果它今天只要有 五分之一 六分之一 这种中产阶级 可以上来采购的话 我觉得这个机会还是有的 拉丁美洲也是一样 所以你不要以为说 好像市场就只有美国确定 确实美国过去市场很大 它也因为国内的市场大 所以它不太会出口 不晓得国外市场需求 比如我自己就一直长期认为 美国的冰箱 美国的洗衣机 都是heavy duty 很强的 而且不容易坏 可是对不起 你放不进亚洲的阳台 太大了 对不对 它从来没有考虑做得比较短小 精干一些 所以他们是国内市场够他们用 所以他们就 我叫做过度自满 觉得说我只要在国内市场就够了 现在发现别人也研究你的市场 他除了自己的市场 各种不同的这种款项 可以合适你的市场的时候 我觉得美国要去想一想 如果你今天还要在竞争 可能是要全球竞争 不是只有在美国竞争 好 美国的一方面 我们刚刚老师帮我们提到了 这个经济上走向贸易保护主义 对自己来说其实非常的伤 我们来看到除了在经济上面 外交上面 大家也在看说 他们现在是不是逐渐要走向孤立主义了 我们来看到这位是美国的前总统 川普的任内国防部长 画面上看到这一位叫做艾斯伯 他在华府的时候接受专访 特别提到说第二任期的川普 他预估会推动孤立主义的外交 而且尤其可以观察他 如果未来真的停止原屋 将乌克兰部分领土送给俄罗斯总统普丁 那将对中国大陆发出错误讯息 也就是台湾日本南韩有事 美国恐怕不会拔刀相助 另外一位我们是来看到是德国的评论 媒体评论说 如果川普当选 美中关系会趋向和缓的话 那川普根本他本来就不看重台湾 对美国的重要性反而会因此降低台海的紧张 我用我们来看到 我们现在看到川普可能会走向孤立主义在外交上面 对两岸有什么样的影响 你怎么看 从最近美国的摇摆州的民调数字来看的话 川普的支持度是一天比一天高 也就是川普已经接近当选的边缘 对于这样的一个孤立主义型的 生意主义型的 什么是都可以用价钱来衡量的 未来可能的美国总统 的确会在世界里面投下一个 完全不同面貌的炸弹 什么叫完全不同面貌炸弹 他对敌人跟对朋友态度是一样的 对朋友要钱 对敌人也要钱 这是一个很特殊的概念 这个我跟着袁教授学很多国际政治 没看过这种排法的打法 那你想想看 他对于孤立主义有几个原则 他会实行到什么程度我们不知道 第一个就是不介入他国冲突 第二个就不介入他国内政 所以真正的孤立主义是中国大陆 不是美国 所以他走到什么程度我们目前不确定 但是对台海问题是有一个很清楚的东西 就是他以前过去 不太打台湾牌 但是他暗暗的都拿台湾牌 来跟中国大陆要好处 或者要中国大陆让步 这个是在过去是有效的 但是到拜登的时候 好像民主党就比较喜欢打台湾牌 喜欢把台湾牌到政治应用 反而使得两岸之间的紧张程度更高 那我们回过头去看 只要中美关系温和稳定 可以讨论草归草 基本上维持一个均衡的话 两岸也相对会比较稳定一点 所以你看蔡英文的时候就开始破破荡荡 马英九的时候很稳定 刚好就是中美关系最稳定的时候 所以如果川普上来以后 中美关系可以讨价还价就不会吵架 那川普也不会拿台湾当筹码 去故意去刺激 从什么民主价值链 战略利益 那种无法衡量的东西 会很容易变成意识形态的东西 那就有完没完 这个时候台湾就 曝露在越高的政治风险当中 但是如果川普说 我们凡事用金钱来论价 乘金论良 这个时候中国大陆反而好商量 那中美关系一温和的话 那对于这个台湾的问题的话 两方面就不会把它摆成重要的 所以对于这个 慕尼黑信使报这样的分析 过去的表现真的是如此 那这样一个国际政治 反而比较容易讨价还价 那最倒霉就可能哲伦斯基 他喊了老半天 连乌克兰的乌冬的领土 都可以趁金论良 由川普来买卖 不过这里面当然涉及到美国政治 因为全美国最痛恨 哲伦斯基的人就是川普 他上一次他认为 他落选是因为哲伦斯基 因为他先任美国总统 跟哲伦斯基要说 我的对手 拜登跟他的儿子 在你乌克兰搞东搞西资料 你给我 哲伦斯基不给 不给的话 结果拜登当选 哲伦斯基很幸运 得到拜登的支持 现在川普万一当选的话 川普这个人的最大的缺点 就是气量很小 他一定有仇必报 所以哲伦斯基有看 准备要打包了 是 好 谢谢委员补充 我们休息一下 马上回来 地本政治 内政之间 战略价值 产权崛起 小国生存 现在与未来 共新世界走向 掌握世界带动 全球观点 尽在环球发现先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